港幣及銀行體是結餘 今次因為接錢 連貨幣基礎的優惠基礎都升了 外面就不其然會將這幾天的市場表現 跟08、09做完QE之後 第一次有錢衝進來 作為一個比較 但這些東西不盡不同 我聞一下Harry 有些覺得那次真的是西方錢 鬼子老錢 這次如Harry所說 你那些極其量是做套式 你半天都很好圖 因為你做了SWAP 特別是昨天在美國時間做 賺到一天 但如果真的好像當年買股票那些 或者其他 起碼我們08、09看到很多 二、三線的外資行進來 因為中國四萬億 沒有 現在正在收拾 如果你是純粹說買股票 其實是一些筆水的東西 四月截至17號為止 賣了1000億 是 美息現在是很低的 但美匯是很高的 是的 然後美國的疫情 又沒有內匯改善得很厲害 起碼是一個月的 所以有部份錢 我覺得有個誘因過來套息之後 就買少許股票 這個港股相對來說還是低一點 而那個投資故事 我經常都說了 一定是兩會的 看看五一黃金周之後 他們開兩會會有甚麼說 起碼有個投資故事 因為美股相對這麼多種股份來說 最值得炒的就是Nesdaq那部份 因為業績可以的 但是全部都炒上去 根本是破頂的 所以我覺得環球投資市場 這秒鐘 我覺得產品是真空期的 本身的金價也扯上去 油不是每個人都敢這樣用的 所以我覺得暫時那個勢 又變回上落市的悶局 如果你說行真指數 又站上去24000點以上 你那些人又說可以的 又可以 然後又變成這兩天 我們看到有部份的板塊 會是很極端的 物管股、醫療器械 就會炒到很極端的估值 其實他又要找一些安全的資產去炒 但是選擇又不多 又變成一些股值塞車的問題 如果兩會定那個 看看全年增長的目標怎麼定 我覺得這個相當會引人入勝 除非他不定 我覺得不定就比較好 你定五 大家都覺得短線一定的錢都鬆來 因為他達標率是極高的 你達標率極高 但是你很吃力 你很吃力 你真是 即可信性低 你是達標率高 但是我真的不敢 但是你在他兩會前 大家都有憧憬 先套息後套 後入股市是正常的做法 因為你環球哪有那麼… 第一,你擴充港幣 就是擴充美元 是… 基本上你金管局發的票據 我覺得更穩妥 那就過來買金管局的票據 一手掌握,有線新聞 看看…